比如說我今天什麼事都不用做 按下他就99指法表出現了 這個部分怎麼做的話 我們其實 前面有講過 這上禮拜 然後清除按下去 99指法表清除 這兩個按鈕 再來後來又有多增加一個格式1 就是左上到右下 格式2 右上到左下 格式3 我們清除好了 不然太亂了 格式3的話 後來就有一個5 只要能被5整除的 前面的那個被陳述 然後這個格式4的話是很像的 是能夠 後面的陳述 能夠被整 就是被5 就是整除的 那就是把它畫 等於是5的部分 都把它畫一條線 最後會有個清除格式 有沒有 上禮拜我們做過了 主要是 這個99指法表的一個應用 那今天的話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 在那個 雲端上面有一個所謂的那個擺加性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 假如延伸性啦 當然除了擺加性之外 其實 古代點擊裡面有 字數都一樣的 比如一個姓氏 或者是三個字的 三日清 或者是說乘以四個字 五顏 七顏 都是固定的字數的話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第一個 我希望 從網路上抓到什麼呢 擺加性 那把它放在一個儲存格好了 比如說我今天就放在A1的位置 好 這邊注意喔 我是把 160個啦 網路上 你們找一下 Google關鍵字 找一下擺加性關鍵 可以找到那個 最後 當然它擺加性很多 我們找100個 160個 所以大概到貨的這個字大概是 160個字左右 所以這邊從照到貨 剛好160個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幫我放在一個表格裡面 上面是一個儲存格 下面呢 是 160個儲存格 上面是一個喔 也就是說呢 可以把它分 分開來 分在160儲存格裡面 那放的方式是從左到右 照前孫禮 周吳正王 OK 這邊 要怎麼做喔 那首先當然呢 我們也許先在 網路上先Google一下吧 那你可以先找一下關鍵字擺加性 反正這裡面 應該可以找到我們要的資料 那這邊的話呢 當然你可以看到 比較接近的話 這個是維基百科啦 它有一些說明 擺加性 三字經 千字文 並稱三百千 OK 那這當然都可以來練習 那擺加性裡面的話 你可以點這個喔 點擊進來之後的話呢 它有這些 照前孫禮 這些 但是這邊整個太多了 我大概做到哪邊呢 你們大概看一下到貨 這些就可以了 那如果說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這個擺加性 第一個我先把它複製好了 複製到哪裡 也許 如果你直接放在以色料裡面處理 其實比較不方便 我建議你們先開啟一個什麼呢 開啟一個WORD 在那個我們的 程式集裡面找到WORD 那先做一件事 什麼事呢 先把那個 就是這個 資料呢 先貼到WORD裡面 把不需要的東西都把它移除掉 哪些是不需要的 你把它貼上之後的話 把剛剛這個 從 照到貨不要貼太多 除非說你將來要做變化的話 你再貼上只保留文字好了 按右鍵貼上 你會發現它好幾個 保留原來的 請你選擇只保留原來的文字 那你會發現哪些是不要的 你會發現 在WORD裡面 特別說這是WORD 如果說你要看到它中間這邊其實有一些 什麼呢 這些是我們不要的 好 那當然你要能夠看到這裡面到底是什麼 你可以在WORD裡面呢 開啟一個功能 顯示隱藏這個功能 這個有點像是可以有點像照妖鏡 按下去之後 它有一些看不到的東西就被看到了 那哪一些呢 你會發現這個一個 口字 這個實際上就是全形的空白 什麼叫全形空白 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那個什麼呢 圓列裡面 假設我切到 切到那個這個這個注音好了 這個叫半形 這個叫全形 所以如果說我今天按個空白鍵 假設是半形的話 你會發現它是點的狀態 有沒有 那如果說我要全形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是全形 全形的話你按空白鍵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假設我顯示隱藏有打開的話 那這個會出現一個口 那如果你把它關掉的話 把這個 顯示隱藏關掉的話 它就看不到了 那當然第一個我知道 可以先知道什麼呢 就是裡面 這個可能不要 那不要的話 當然以前 你要把它全部去掉的話 比較聰明的辦法 當然你不是叫你用 一個一個慢慢delete這掉 很浪費時間 所以用最快的方法把它去掉 什麼呢 各位知道取代 也就是你可以把這個取代掉 第二個的話呢 還有這個換行 這個有沒有發現 當然你這個顯示隱藏沒打開 它好像還是會出現 這個叫 段落符號 什麼時候會出現 當你按Enter的時候 Enter它就會什麼 多一個換行符號 那這些符號我如果也不要的話 我也把它取代掉 所以基本上 你把 百家信找到之後 找到到貨就可以了 不要太多 然後貼到握子裡面做 兩次取代 所以你按一下取代 不過我的習慣什麼 我的習慣是直接按Ctrl加H 其實Ctrl加H也是取代 我是比較建議 常用的那些快速鍵 請記得 盡量把那個快速鍵記起來 OK Ctrl加H 那取代什麼呢 取代 全形的 空白 取代成什麼呢 沒有 特別是 這個地方是 全形空白 取代成沒有 那沒有你就把它空下來就可以了 按下全部取代 這個時候的話 當然 他就會把所有的這些空白都拿掉 我們試一下 全部取代 OK 這個時候的話 裡面有33個 一下就去掉了 但如果說你不會這一招的話 你就取土法令鋼 真的很沒效率 我們這學的是要提高效率 盡量用比較聰明的辦法來做事情 那第二個是說呢 如果要把換行拿掉的話 以前你不會的話怎麼辦 有沒有要放這上面按什麼按delete 但你要一直delete 一直delete 一直delete 有沒有 可是呢 比較聰明的做法 這個也是Word的進階用法 取代 特別注意喔 可是你要找什麼呢 找這個東西換行 但特別注意喔 這個東西換行喔 他放的位置呢 請你把這個先拿掉 delete 他放的位置 比較特別 他放在更多裡面 特別注意喔 這有個機關喔 這個也是Word的一個 還蠻常用的功能 裡面的話 如果說你今天要 把這個東西叫換行符號去掉的話 請記得喔 打開之後的話 找到什麼呢 找到指定方式 指定方式裡面有一個 這邊有這麼多個 哪一個才是呢 其實 第一個就是 這個東西叫什麼 叫做段落標記喔 OK 特別注意喔 如果你不知道啊 你就會用delete了 慢慢delete 不過很花時間 大家不建議用這樣 就是呢 你可以 游標放上面 告訴他說 我要把段落標記 有沒有 他會有一個向上 箭頭 加一個p 這個就是一個 換行 所以以後 這個東西 他實際上 在Word裡面呢 就是這個符號 當然你也可以自己打啦 不過我是建議 不用 你可以從指定方式裡面找 然後按一下什麼 全部取代 他會不會全部不見了 按下去 全部取代 OK 好你會發現 13個換行 全部都去掉了 這樣這樣方式會比較快啦 如果你不用 我剛剛講的方法 你也可以取代 只是說很浪費時間而已 那你做完之後的話呢 請你再把 這些資料 複製起來 我們就把它放在 Excel裡面 所以這部分的話 複製之後呢 你就把它 待會再貼到那個 開一個新的工作表 新的工作簿 Excel裡面 這邊有個新增 新增一個 空白的活業簿 然後呢 我們就要把它貼到哪裡 基本上 就貼跟那個 雲端上看到的擺加性 A到V 然後呢 讓它 放大一點 可能它的寬度 稍微調窄一點 A到V 你看 A到V 可能原來的寬度 沒有那麼寬 所以你就是直接把那個 A到V 先選取起來 A到V 那怎麼一起選比較快 你先選A欄對不對 然後呢 再 移到V欄的部分 按下什麼 按Shift鍵 Shift鍵按住 再點一下 有沒有全選 但你也可以直接拉 不過有時候 自己這樣拉過去 很容易怎麼樣 這樣拉也是可以 不過很容易過頭 過頭拉回來拉拉拉去 會有的不好定位 像我的習慣 先選A 再去選V OK 把這個V找到 然後按Shift鍵 Shift 這樣子 然後呢 把它的寬度 全部一起調稍微窄一點點 大概就一個字的大小就可以了 大概這麼大 那請你把 A1到V1 這幾個儲存格怎麼樣 做合併 就跨欄置中 好像前面有沒有做過 跨欄置中 就是跟90川外表一樣 把它合併起來 然後向下拉 那這個時候呢 請你把剛剛的160個性 Ctrl C C之後呢 移到這邊 把Ctrl V貼上就可以了 貼上之後 它的位置好像比較偏 偏下面 偏中間 請你再怎麼樣 再移到中間 請你把它 對齊方式 改在靠上 並且呢 把它怎麼樣 把它 靠左對齊好了 可是你會發現喔 現在喔 它的字 跑到這邊之後一直往 右邊 它不會折行 所以如果你要讓它折行怎麼做呢 按右鍵 儲存個格式 怎麼做呢 應該 我們之前有做過嗎 如果要換行 讓它不要 不要一直往右 你可以到哪裡 對齊方式 裡面的什麼呢 拆應該可以拆得出來嗎 這邊不是有一個什麼 自動換行 有沒有 特別注意喔 這個上面按右鍵 出現的格式 裡面找到對齊方式喔 這個可能要常用啦 不然的話 以後有些功能做不出來就麻煩了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 最後再把列高 拉到這麼高 我們就 已經產生了 160個信式喔 好應該可以懂那意思吧 待會的話呢 我們現在 160個信式是在一個儲存格 我要把它分開來 好 再把重點提示喔 一 請各位先到 哪裡呢 Google上面找一下 找那個擺家性關鍵字 應該找第二個啦 點進來之後的話呢 把它選到或就可以了 大概到這裡啦 應該剛好算過160剛剛好 當然以後如果你要全部的話 你就全部選 但我不確定有多少個字啦 反正就我們現在練習 那之後你可以自己去變化 而且你反正 這個 中文的資料裡面蠻多有那個 一樣字數的你都可以拿練習 好 那我們把這個複製貼到握 貼上之後呢 他本來什麼 他會有 幾個 那個部分啊 我們就是啊 學會什麼取代什麼 取代這個 跟取代這個 我剛剛講過囉 取代完之後呢 請你再到 Excel裡面開一個空白的 記得我是A到V左右 然後呢把它合併 跨欄至中 之後的話貼上之後記得這邊靠上 然後呢讓他靠左 並且讓他記得換航 否則他不會換航 換航在這裡 OK 換換給各位一下 這些都是一些我覺得還蠻重要的 你也就是你一定要熟悉 Office裡面功能 你以後才有辦法很快的把一件事情做完 不然呢你會發現很多事情 就是沒有效率 你會發現有人奇怪做兩下就做完了 有人呢做半天 奇怪他沒有偷懶 可是奇怪就是事情好像感覺永遠做不完 真的我看很多人在覺得我剛剛幫你做好了 你做一整天呢 只做這麼一點點 有些東西真的會功能馬上就就解決了 但是不會的話 就是要慢慢來 我是不建議你們慢慢來 真的太浪費生命了 因為你做完之後你可以做更多的事情 效率問題 尤其是你要整理那個 這個浩瀚的這個 這個點擊 資料這麼多怎麼整理的完 所以根本不是用人工可以處理的 其實人工不能處理就大數據 大數據的概念裡面很重要一環就是說 不要用人工處理資料 OK所以大數據這個概念裡面 有一部分其實就是要你用程式去解決問題 應該可以懂嗎 所以其實 為什麼要教這些東西 你不會當然也可以過日子 可是你會的應該生活會更愉快一點 會更有成就感 所以請各位先試一下 先產生我們要的資料 待會再來看就是 如何再把它分開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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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